前一段时间 大牢里闹伤寒 还死了一个人 下官不让格格去 只是为了格格的身体安危着想啊 你是说 灰州大牢里闹了伤寒 那期堪文染上了没有啊 下官已经采取措施 在牢房洒了石灰 还请了郎中 靖开文安然无恙 走 带本格格去大牢 是 停车 小姐 是这儿吗 好 客官 您住店啊 好 来来来 我帮你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客官 来 好 里边行 行 小姐 怎么了 请 这两天啊 你受累了 小姐 您看 这边的房干净 亮的 您住啊 绝对行 客官 您再随便看看 你这 小二 我们就住这间 客官 实在不巧 这间已经包给西安来的杜大官人了 已经住了十多天了 那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 恐怕不成 这西安人啊 凡是来京城 只住我们店 就人这一间啊 那他 没说何时离开京城 哎呦 这可就更难说了 弄不好啊 得住两三个月呢 哥哥请 站住 别过来 你这个狗官 你害了我 还不够 你还把他带来 你适何居心 靳开文 这可是格格自己要来的 怪不得闻怪 走 都给我走 我不想见你们 靳公子 你怎么了 快走 我不想见你们 靳公子 你疯了 格格为你千长挂肚的 一路上马不停蹄 从京城赶到徽州 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你 你怎么这样啊 是啊 靳公子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要你们来看我 我不稀罕 快走 靳公子 我是紫嫣哪 我根本就不想见你 什么紫嫣 我现在想的只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乌梅 可乌梅他已经 你不要胡说 他没有死 他永远都在我心里活着呢 我告诉你 因为我爱他 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乌梅 靳大人 我们是来营救你的 我不需要 滚 我知道 你怕连累我 我不会生气的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赶紧走 你骗人 靳开文 你骗人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求你滚 行吗 我不 我还想说 你赶紧回京城 找个门当户对的驾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也轮不着你操心 知道吗 靳开文 你怎么了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不是你啊 这不是你啊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呀 靳开文 你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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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开文 下官打扰了 下官 告辞了 大人 府台大人派人前来查看 靳开文 走走走 快走 格格 你走不走啊 这 哥哥 这是玉刺墨宝 好字啊 您看这仨字写的 尖架匀成 骨骼饱满 潇洒飘逸 庄重严肃 好字 好字啊 皇上这字是不错啊 可比起王羲之嘞 还差几分哪 黄元外您此言差矣 他王羲之虽然是个殊胜 他不够那么大气 您看老话说得好 这字如其人 您看这字里透露的气势 有王者风范 那王羲之跟当今皇上比 他略信一筹 好 就不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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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干什么呢 这位是瑞王爷的亲戚 京城的巨商黄原外 吃黄薪啊 你就当我是一个客商好了 是王爷家的一个远亲 那你们 荒野外想参观参观你们的墨房 还不快快带路啊 好 有请 请 怎么样 老夫人的病是焦虑所致 心火太盛了 现在尚无大碍 我开个房子 抓些药来给老夫人服下 去去心火 不过你的家人也得配合 让老夫人开心一些 跟她说些宽心的话 让她不必因事而焦虑 这样方可去病 小雯啊 别看你整天五文弄墨 自以为是 要说这至末之道 说不定还没我懂得多呢 哦 比如说 哎 这至末用的模具 啊 渐渐十分珍贵 这些模具 都是用 黄山深处 踩的上等楠木 精雕细刻而成 这些模具 把墨泥放在里面 它都不粘 而且还能把墨的表层 压得光滑细腻 嘿嘿 这样的墨 才会人人喜欢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没想到啊 黄山外 您对至末之道 还是如此精通 真是令人佩服 佩服至极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哎 你们红墨坊 原先的主人 不姓吴 是吧 客官怎么知道的 嗯 我们还知道 他原来姓晋 叫晋尚德 对不对 二位客官 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来请 啊 好 嗯 这么说 他们两个 不是墨商 不像 他们二人 谈吐不俗 衣着华丽 气度不凡 而且心思 并不在咱们墨的价格上 全在咱们墨的制作上 还有 他们进了咱们红墨坊 口口声声 只说进家 红墨坊 以前很多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一小的看 他们这是 来者不善呢 莫非 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 暗中查法 那倒不行 他们二人说说笑笑 自自在在 若是暗中查法 他们还不得偷偷摸摸打 这就怪了 他们还说了 今天没看够 明天还要来 明天 你这样 现在就去给我 查查他们的底细 报告 Architect 办理 就 说 行 拍�unter 无關 摸 铺 演 ать ポ co cit よし 谁让你停下来的 哥哥 这马累了 他也得歇会儿 他口渴了 也得喝点不是 我听您的 他不听 下来吧 我呢 伺候伺候他 好 哥哥 我问了那个西安人 他说还要住二十天 再等二十天 我们会悟大事的 您别急 小姐 别急啊 一定会有办法的 您让我想想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哥哥 您真生气了 你不生气吗 谁说我不生气了 我跟了哥哥十几年了 吃饭一个桌子 睡觉一个屋子 一起办男装 一起上赌场 哥哥高兴我就高兴 哥哥生气 我当然生气了 我的肺都快气大了 靳开文 他伤透了我的心 靳开文这个没良心的 气炸了我的肺 我 我 我替你 你伤了哥哥的心 我堕堕堕 我堕死你 我没肺了 哥哥没心了 我们没心没肺了 别别别 靳开文 你伤心狗肺 他怎么成狼心狗肺了 他就是狼心狗肺 靳开文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你听好了 哥哥呀 再也不会为你 担惊受怕了 再也不会去牢里看你了 再也不会去 为你求情了 你呀 你就老老实实 在牢里待着吧你 你呀 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哥哥呀 再也不管你了 靳开文 你 你去死吧你 你就是死在大牢里 哥哥也不会 再为你伤心了 谁要是伤了 哥哥的心 我就抓谁死 罗霞 下来 你疯了 我没放哥哥 我是天天出气呢 你干嘛这么说 你怎么能找他死 他不能死啊 哥哥 他没死 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他那么说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一时无法跟我说呀 他还有隐情 我看他说的那些话 都不像是人说出来的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觉得奇怪 其实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要说对 对 哥哥 其实 他喜欢我对不对 对 哪他喜欢我 为什么伤我的心 你说话呀你 哥哥 您别对我这么凶啊 我看 咱们别管他了 他也太过分了 对你又那么不好 可咱不管他 他就会死的 那是肯定的 我看 咱们刚才让他去死吧 不不不 呸呸呸呸呸 格格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心里特别乱 那咱们还管他吗 格格 如果你不回去救他的话 靳公子就死定了 走 二姑 我把您给弄醒了 碧玉啊 难得你一片孝心啊 二姑 您看 我娘死得那么早 是爹把我带大的 自打您一来 我就觉得好像我娘又回来了 再说了 开文哥又不在您身边 我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嘛 好姑娘啊 二姑 前两天我又去牢房看过表哥了 表哥现在很好的 对了 还有啊 巡抚大人那边也有好消息了 巡抚大人他们都已经到了徽州 说了 在表哥的案子开审之前 他们一定要保证表哥的安全 我想那狗之府 他也不敢胡来 是吗 那感情好 只要包大人 能帮开文说话 那就好办了 二姑 还有啊 子妍格格也到徽州了 子妍格格是专门为表哥这件事情来的 有他为表哥跑 一定没问题的 哎呀 我们进家之祸 缘于格格 可是格格呢 为了开文东奔西走 真是啊 解灵还须寄灵人 哎 乌梅有消息了吗 他 他好像死了 死了 不过只是传闻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天红 不是去找乌梅了吗 是啊 这个天红走了好长时间了 也没回来 他会不会出事啊 不会的 二姑 一个大男人家 会出什么事啊 他该回来的时候啊 自然会回来的 老夫 向二位道喜了 道喜 这 喜从何来啊 宋子观音来到你家 那不是喜从天家啊 你是说他 他怀孕了 是啊 夫人怀孕数月有余啊 你们是从远道而来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气虚血质 经脉不畅 过度疲劳 故而晕倒啊 那要紧吗 要紧 要紧哪 老夫给你一句话 您请讲 若想保证母子平安 切记卧床静养 不可走动啊 那 那卧床得多少十日啊 少则十日 多则三月 总而言之 若不听老夫之言 执意地劳累奔波 胎儿难见阳世 夫人定付殷草啊 听清了 听清了 记在心里啊 记在心里了 那有劳您了 您慢走啊 我走了 谢谢 谢谢 碧玉啊 你的心思 二姑知道 可眼下 开文急凶未卜 我什么话也不好说 不过有一句话 我今儿给你撂在这儿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二姑 你要记住啊 倘若有一天 开文无罪出来了 我就让他 用吧台大教娶你 好吧 你怎么说啊 二姑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 都该成亲了 碧玉啊 二姑可是认真的 你要是愿意 就点点头 你要是不愿意 就摇摇头 啊 好好好 好 来 黄原外的事 是查着了 没有 那他住哪儿 江南客栈 此刻 正在江南酒楼吃酒呢 老爷 这整个酒楼啊 全被他给包了 快看老爷 就在里边 朕知道你爱吃鱼 你先吃鱼吧 黄原外 老臣先敬您一杯 哎呀 你自己吧 好 乖乖乖 好大的气派 走 快吃鱼吧 smells的 对 胡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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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本来一开始我还担心 靳开文见到他以后 把狱中有伤寒病人的事告诉他 可是没想到 靳开文见了紫燕格格以后 他就破口大骂 愣是把紫燕格格给骂跑了 格格那么容易就跑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真跑了 这事 我想跟慎郡王和靳开文的见面有关系 靳开文迫于慎郡王的压力 不想让紫燕格格插手此事 我还派人跟了一段 紫燕格格他们几个人 现在已经朝着京城的方向 大道回府了 格格 累了一天了 早点歇着吧 你也早点歇着吧 明天一早咱们要去乌龙阁 抢出乌梅 好 就算格格这边没事了 那皇上那边怎么办 皇上 皇上他远在京城 他 皇上已经来了 皇上来了 他在哪儿啊 皇上现在就在梅龙镇 他再来 皇上真的来了 完了 完了 皇上您笑什么呀 这要论写字 您说臣写不过刘庸 承认了 可要论画画 那刘庸他是望尘莫及呀 那刘庸他是望尘莫及呀 尤其是画梅花 皇上 朝中无人笔疾喲 哈哈哈哈 可要论画画 就你这梅花 怕是给靖开文做手指 人家都嫌臭 臣画不过人家靖开文 臣也认了 对了 皇上 老臣听说 就是秦宝说的啊 您最近也在画梅呢 那您的梅花 与臣的相比 不不不 与靖开文的比 那一定比靖开文 真强多喽 你不用给朕戴高帽子 朕不如靖开文 来 季少兰 臣在 你说这靖开文 如果真的有罪 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不可惜 那可惜什么呀 他要是死了 这朝中画梅花的作次 咱得同牌牌吧 那皇上成了第一 我老季就成第二了 要不然我老季永远都是第三 好你个季疯子 你又绕着弯子地替靖开文说话 臣以为皇上喝醉了呢 没想到皇上喝醉了 也能识破臣的小把戏 臣之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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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长了一个狗熊的身子 长了一个老鼠的胆子 这 这玄伏大人来审案 那你别想了 就是皇上得来 任何人 你应该喝醉了 那你没撒醉了 我 你不层太子 就不是我的 你不层太子 你不层太子 我都没吃醉了 你不层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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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证人都已经死了 证据也全都灰飞烟灭了 你还害怕什么呀 你记住了 犯罪的是他近开闻 不是你方伯年 也不是我乌枝鹏 好 舅兄啊 这 这三条人命 都是你我联手所为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白天吃不下饭 我心静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饶跳啊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把近开闻整死 你整死的 不就能睡阿门觉了吗 整了 我整了 可他就是不死啊 启禀大人 大人 桃花渡以下数百里皆已找遍 没有发现乌霉的尸体 沿岸住户 和尚传家都问过了 属下都已找过 那耿天洪呢 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马上下发海捕文告 通缉耿天洪 是 大人 启禀大人 灰州大牢伤寒病人皆已令治他处 郎中御医尽心职责 静开闻安然无恙 可真如此 确实如此 你好大的胆子 大人 属下 属下不明白 你为何满身酒气 大人 属下一路马不停蹄 入城时已逝衣衫尽尸 是 韩湛不止 就 就下忙买了一碗酒 这么说 本官错怪你了 去吧 歇息去吧 喳 来 小姐 小姐 不必忧愁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还是先保母子平安吧 信到现在还拿不到 再等下去我家少爷就没命了 我看 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铤而走险 试一试了 那杜官人白天不在 明天一早啊 我想办法留进他房间 悄悄地把信取出来 我们想起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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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是来私放此案的 皇上亲自过问 四处打听四处看 这万一要是有漏洞那可就 这儿是靳家的老墨房 万一皇上 来 放开 靳家的那些老古董你都放哪儿了 老爷问的可是靳家的那些模具和舊墨 对 放在后院的一间仓房里了 我得去看看 老爷 那些都是旧东西 有什么好看的 得去看看 万一皇上到这儿来 发现了什么对我不利的东西 那可就不好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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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金开文不是打小就喜欢做模具吗 今天送你一块 明天走他一方的 对对对 是有些事 老爷看看这上面的字 老爷这上面刻的字都是反的 你能看明白 废话 我是干什么的 这上面刻的什么呀 一朵漂亮的梅花 你看 梅花刻的倒是不错 唷 为止十二年 什么为止十二年呢 那叫雍正十二年 我给看成为止了 这年代太久了 这看着好像是雍正眉头 就变成为止了 你说什么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雍正眉头 就变成 老爷叫什么啊 我笑苍天有眼啊 这回金开文是死定了 金开文怎么死定了 小的弄不明白 雍正十二年 曾发生了一起雍正无头的文字案 那可是万头落地的大案 虽然当今皇上圣名 但是也屡屡重称 那些图谋不轨的文人莫刻 你想想看 靖开文从小就有反制 长大以后 能不对朝廷怀怨结恨吗 这样的话他所犯的罪 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老爷真是聪明决定啊 不是我聪明 是上天让我开了心窍 对了 王阁 你马上把这木鞠的字头给我去掉 然后做酒用缠墨把它盖好 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 另外 用这木鞠再给我左翼方墨出来 把它交给我 懂了吗 算了 算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走 走 算了 算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谁啊 是我老爷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还以为雷贼了呢 胡说 老爷 宵夜给您做好了 您看 是在哪儿吃啊 一会儿再吃吧 你先回去吧 走 你吗 走 你吗 好 你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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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 你先把他带到客厅 稳住他 过一会儿 把他带到小姐闺方 我一会儿就过去 是啊 老爷 你叫老爷呢 我叫老爷他 他怎么了 老爷他 正在给小姐烧纸呢 烧纸 烧什么纸啊 请格格随想着去看吧 可可 MM 老爷 什么事 老爷 格格来了 丧与草民 叩见格格 吴志鹏 你戲演得不错呀 哥哥在说什么 我在演戲 你这不是在演戲 你在干什么呀 赶紧的 把五眉给我交出来 哥哥 哥哥 他们欺人太甚 金开文 怂恿耿天虎杀了我女儿 让我生不见人死不见世 如今 反倒找我来要人 还说我在演戲 到底谁在演戲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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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诬告我杀了正人 我还忍了 我怕什么 有皇上有国法 可是 他不该把我和他的寺院 有我女儿 来报复我 你是说耿天红杀了乌梅 对 就是静海文家那个 那个吓人耿天红 有人看见了 是他亲手给了乌梅一刀 然后把乌梅推到河里 如今 我 我连我女儿的尸体都找不到 他们把我女儿 从哪儿去了 我也不是 你 闻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忍 无 这梗杨红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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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草剑人命啊 这 我们应该这样 不然的话 千刀万花 对啊 哎呦 慢点慢点 慢点啊 哎呦 哎呦 哎呀 你说这事弄了去 好 来来来来 这是金创药 拿着这个找个郎座 瞧瞧 哎 没事 看来我是冤枉你了 原来你家少爷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比梅 轰动京城的朝廷要饭 尽开闻 杜老爷认识我家少爷 我不认识你家少爷 我只是听说 我也就不瞒二位了 我在西安开了一家墨铺 呃 披零经营西北五省的墨品生意 前一段啊 我听说京城流利厂新开了一家墨铺 叫乌龙阁 还是皇上提携的匾额 所卖墨品非常之好 我是特意来进货的 哎 没成想 乌龙阁的乌老板回了梅龙镇了 他就把我给搁这儿了 嘿 要不我早就走了 你也用不着出此下策 到我房间里拿这封信了 看起来这绝对是诬陷 一定是乌之鹏杀了乌梅 还想栽赃给耿天红 乌之鹏是乌梅的亲爹 亲爹杀了亲闺女啊 对了 洛霞 咱们在龙圣堂的时候 龙碧玉也曾经提起过 进家的家奴耿天红 去了梅龙镇去找乌梅 难道 那好吧 咱们再去一趟龙圣堂不就得了 对 咱们现在就去龙圣堂